无西瓜不夏天,今夏最火的六款西瓜吃法,你知道吗? 夏天有三宝,西瓜,V5和空调。现在西瓜已经完全成熟,各种关于西瓜美食的做法已经刷爆了朋友圈。 夏天的世界,处处都是西瓜。你准备好一起来解锁西瓜的正确吃法了吗?西瓜冰沙 原料 西瓜300克,薄荷叶一片 做法 1、西瓜去皮去紫,切成小块,放入冰箱冷冻至完全冻硬。2、取出放入料理机。 3、打碎即可。 4、装入碗中,开吃。 小窍门。如果想要口感更好,搅碎之后可以放入冰箱再次冷冻,取出捣碎再食用。 5、牛奶西瓜雪糕。 5、牛奶西瓜雪糕。 6、原料。 6、牛奶250毫升,奶粉15克,糯米粉10克,白糖25克,炼乳25毫升,西瓜适量。 做法 1.食材备好 2.牛奶倒进奶锅加入奶粉搅匀 3.加上白糖调匀 4.加入糯米粉 5.放灶上开最小火搅拌至微微起泡沸腾 6.加适量炼乳接住搅拌 7.搅拌至周围搅开锅就关火把它晾凉 8.把西瓜切成小块放入模具 9.倒上熬好的牛奶填浆放冰箱冷冻成型 10.做好的 11.做好的奶香味十足 12.软糯简直太好吃了 12.西瓜西米露 12.西瓜西米露 12.原料 12.冷饭 12.冰简直太好吃了 11.顶小ração 12.水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 期间要用勺子不停地搅拌一下以免粘底。 6.煮到稀米成透明色,中间有一点白新的时候熄火门15分钟。 7.把煮好的稀米捞出放入凉开水中。 8.把西瓜用勺子挖切西瓜球备用。 9.再把鱼下的西瓜肉放入料理机中打成西瓜汁。 10.把西瓜汁倒入过凉开水的西米中。11.放上西瓜球点缀一下即可。 11.小窍门。 11.可根据西瓜的甜度按个人口味适当加些糖,煮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勺子多次搅拌下,以防糊底。 11.西瓜牛奶冻。 11.原料。 11.纯牛奶200毫升,西瓜汁200克,吉利丁片20克,糖粉20克,温开水小拌碗。 12.做法。 12.做法。 13.西瓜用料理机榨汁。12.过滤,取制200克。 3. 将五克一张的吉利丁片取四片,剪成小片。 放入温开水浸泡至软后放蒸锅隔水加热融化。 4. 把一半量的吉利丁叶一半倒在西瓜之中搅匀。 5. 把西瓜溶液平均分两份,加入两个布丁杯中。 5. 碗中放适量的米用于固定杯子,将杯子协放后放冰箱冷冻室冷冻40分钟左右。 6. 牛奶里加入糖粉搅匀,再加入融化的另一半吉利丁叶搅匀。 7. 带西瓜汁凝固后取出,放正,再将牛奶溶液平均分两份,倒入杯中。 7. 继续放冰箱冷冻室冷冻40分钟左右后凝固完成。 10. 时可将杯子从冷冻室里取出放冷藏室保存。 8. 最后8粒西瓜球及薄荷叶进行点缀装饰。 7. 西瓜皮酱。 7. 原料。 7. 西瓜皮340克,糖45克。 7. 做法。 7. 做法。 7. 做法。 8. 先将药装酱的玻璃瓶在沸水中煮5分钟消毒。 8. 消毒完了,将瓶倒扣粒干水分。 8. 先将药装酱的玻璃瓶在沸水中煮5分钟消毒。 8. 切成小块。 4. 西瓜取红肉、绿皮,切成小块。 8. 入搅拌机打成西瓜皮泥,倒入锅中准备熬。 5. 加入糖一起熬煮。 6. 小火熬煮到水分基本收干,颜色变成了黄色,浓稠的状态。 8. 我煮了20分钟,中途放在那里熬,间隔3-5分钟去看一下。 7. 趁热装入瓶中,确保降在80度以上就装入瓶中,装完将瓶子倒扣,杀掉瓶盖上的细菌。 8. 这样做出来的酱在不开封的状态下可以保存3个月。 8. 直接抹在面包上,好清爽,鹅,锅酱都比较甜,请酌凉添加。 8. 西瓜皮饼。 8. 原料。 9. 西瓜皮50克,西瓜水85克,鸡蛋一个,大黄米粉30克,普通面粉30克。 9. 做法。 9. 做法。 1. 食材,西瓜皮50克,西瓜水85克,鸡蛋一个,大黄米粉30克。 1. 普通面粉30克。 2. 西瓜皮挖去红肉,取掉绿色的外皮,切成小丁。 3. 鸡蛋加入西瓜皮中,搅拌均匀。 4. 再将西瓜水加入搅拌。 5. 面粉全部的加入搅拌成可流动的糊状。 。